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人说 这部剧的全谋戏份太儿戏了 一个案件推倒一个部门的上书 太容易了吧 这么多年了 狼牙榜口碑依旧坚挺 市场喜爱度谁涨船高 究竟是何原因 只能说 演员的演技加成太多 优秀的人物群像让人爱不失手 若是凭个角色喜爱度排行榜 那么梅长苏当之无愧的敌意 毕竟主角光环在那儿 还有胡歌的偶像滤镜在阎侯和谢玉并列第二 蒙大统领和飞流第三 若是凭个演员演技排行榜 那么除了胡歌等小辈 老戏古门当中 梁帝第一 阎侯和谢玉第二 玉王第三 景妃和丽阳长公主第四 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独特的性格 代表了人性的不同方面 人无完人 坏人也不是绝对的坏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些让人喜爱的角色吧 一 最灵魂的人物 梅长苏 友情 爱情和大意相交织的人物 厉害却让人生怜 狼牙榜讲述了 麒麟才子 梅长苏才冠绝论 以病弱之躯 拨开重重迷雾 制搏奸命 为昭雪多年冤暗 扶持新军 竟往所进行的复仇故事 主角是梅长苏 十三年前 金陵里那位明媚的少年就已经死在了梅陵 哪怕静王 静妃 蒙大统领心心念念的小叔 霓皇郡主 苦等多年的林叔哥哥 梅刚和真凭效忠的少帅 依然以梅长苏的身份活着 但经过刮骨疗伤后的他 已经脱胎换骨 成为一名真正的麒麟才子 江左蒙盟主 梅长苏的人物性格非常完整 他有友情 又有爱情 更多的却是大义 梅长苏与静王之间 虐恋式的兄弟情 静王萧景眼是林叔又是最好的朋友 因赤焰就暗而被父王冷落了十二年 但无论面对再多的不公与博代 也不愿主动为了当初的立场 屈膝请罪 在军中 他是战功累累 静边有功的大将军 奔波于各个战场之间 敢于不被朝野重视 只为了心中一点孤分 恨恨难平 后在梅长苏的辅佐下走上夺敌之路 历史要为好友和皇兄平反 这段兄弟情几乎是梅长苏刮骨疗伤 强撑着病体 筹谋大局的精神之助 梅长苏与霓皇郡主 隐忍克制的爱情 林书与霓皇郡主从小青梅竹马 指腹为婚 两人感情很深 不同于以往的柔弱女主形象 霓皇郡主是云南慕王府的大将 镇守边境十几年 换来大梁的和平 可他同样被疑心很重的皇帝 视为眼中钉 皇帝不惜将他扣在京城 想早早把他削全嫁人 他和梅长苏的重新相遇相知 也由此开始 然而梅长苏为了心中大义 努力克制过去的情爱和友情 只将自己当作一名谋士 希望能在游进灯窟之前 完成平反的任务 他把儿女情长放在后面 却把七万赤眼君中魂的 清白记挂在心上 血不能白流 人不能白死 更不能背着污名被后世妥骂 所以他筹谋十几年 只为还原一个真相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而这恰恰是梅长苏 理智与感情斗争的绝妙之处 我们总能从戏之末节中 感受到他的情感波动 胡歌的演技是真心不错 在把握角色时 他常常利用一些微小的动作 比如搓手 拔剑等 或细微的表情变化 来表现情绪 让我们时刻感受到 他矛盾的心理 以及病奄奄的身体 二 终极boss梁帝 多疑且自傲的孤家寡人 表现得淋漓尽致 梁帝 应该是整部剧里最大的boss 而梅长苏等人的终极目的 是在梁帝归天之前 让他 心甘情愿 逼重审赤宴就案 逼他亲口承认自己错了 这个任务很难 如果只是刺杀梁帝 报仇泄愤而已 那么阎侯精心布局十几年 在祭祀那一次 他早就成功了 可偏偏他们是要让皇帝在位之时 亲口认错 尤其还是逼大权在握 生性多疑又耗面子的梁帝就范 难度细数究竟如何 全靠丁永代老师来表现了 什么叫半君如半虎 梁帝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暴怒的理由很多 表现形式也很丰富 有时候仅仅只是对方一句话 他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要么骂人 要么踢一脚 要么摔东西 要么大声喝止 人物的情绪层次是递进的 而丁永代老师吧 收放自如 他把一个平日里狡黠 多疑又自负 还有点老者的孱弱的特点 拿捏的恰到好处 全剧的最高潮部分 就是他被逼宫 与梅长苏对峙的场面了 极具爆发力 代入感真是到头部充血 一开始 他跟靖王开开心心的下棋 那时候的他 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好儿子 可以安心的退休了 所以 和颜悦色 其乐融融 一副典型的老父亲模样 可等到群臣一个接一个的跪下 他确认自己大势已去 不得不认输时 他的那种暴怒和无能为力 让一位曾经的帝王 变得面目全非 而他与梅长苏对峙时 先是拾口否认 再是求情 最后是打感情牌 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让人感受到这位没落帝王的谋略和苦心 尤其是最后那一跪 简直了 要不是知道梁帝是啥德性 我差点就冲进屏幕里 扶起他了 那分明就是一个冒蝶老人呢 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甘愿对一个晚辈下跪呀 是无奈 还是悔过 亦或是策略 我想 都有吧 一个动作 就让人品出这么多 你说厉害不 三 点情之笔 延后 林谢的兄弟 梁帝的情敌 谢玉和下江都怕的人 延后算得上本剧里第二丰满人物 而且还是揭开赤焰真相的关键人物 他首次出场 就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模样 看似对儿子漠不关心 其实不然 面对看到自己兴奋不已的玉金时 他原本冷淡回绝 可还是转头问了一句 玉金 钱还够花吗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的形象 阎侯的感情线很丰富 亲情友情和爱情 更是当年梁帝与林谢三人感情的见证 他仅仅只是描述 就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丰满而立体的梁帝的嘴脸 如果说赤焰爱一开始 只是梅长苏回京复仇的原因而已 那未免有些私人恩怨 而女情长 但是从阎侯嘴里还原当时的真相 我们更能体会 血虽未冷 心却已寒 的那种绝望 好兄弟一路扶植 梁帝却在登地位后 夺阎侯所爱 杀兄弟林帅满门 最新帝王权衡之术 朝堂乌烟掌济 他与下江的妻子是知交好友 玉金还曾与下江的儿子订娃娃亲 只可惜阎侯与下江终究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心爱之人被冤死自尽 好兄弟被图满门 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分道扬镳 阎侯心却是疑似 可梅长苏出现了 他活过来了 他最经典的场面除了和梅长苏两次智者对决之外 就是跟下江聊天 拖延时间 他先用对方致命的软肋 失踪的儿子吸引来城外见面 再用烧开水来记录时间 看到时间到了之后 直接甩手而去 说了一句 我可以走了 阎侯人物饱满 王静松的表演非常到位 四 矛盾而立体的人物 谢玉 坏事做尽 唯独爱丽 扬长公主 谢玉是一名心狠手辣的权臣 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事 他会揣夺圣意 而且做人做事冷酷绝境 可偏偏 他是一个情知 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人 最后会为了所爱之人放弃抵抗 选择独自走上一条不归路 谢玉被流放时 我心中颇多感慨 这个不久前还风光无限的宁国侯 如今却浑身只剩一件粗布短衣 被人用绳子牵着 亮亮呛呛地走在路上 他头发斑白且凌乱 只插了一只素钗 最后还百感焦急地 回头看了一眼利养长公主的时候 那一刻 我真觉得 他虽然作恶多端 却也是个可怜的痴情人罢了 除了他的感情线之外 刘义军的表演也是相当有层次的 他和梅长苏在牢中对异之时 短短十秒内 他从震惊的难以置信 到得知落败后的痛哭流涕 再到万念俱灰地问 我该怎么做 这一段 绝对的实力派演员 每真都是一个表情 体现了谢于这个聪明的人 一点就破 一秒猜到自己处境的情况 五 最可怜的角色 玉王 大棋子生的小棋子 玉王从一开始 就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论才感和心智 他在皇宅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举人认能 理财下士 论性情 他虽然最像良帝 但疑心却不重 甚至信奉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的原理 如果抛开主角光环 我一度认为 玉王是比 境王更适合做皇帝的人选 但他的血脉决定了 他一直就是良帝的磨刀石 这个角色的高光时刻 恰恰是从他得知 身世的那一刻开始的 可以说 他这辈子的信念 就是在那一瞬间崩塌的 所以 那是他第一次流泪 他以为 父皇是爱自己的 自己曾经离地位那么近 可原来母亲是被父皇害死 他只是个小棋子 用来磨砺太子 制衡境王的工具而已 而他与良帝最后的对话 更是精彩绝论 说玉王疯癫的人 我觉得你们不懂的 面对他曾经敬畏有加的父皇 造反失败的玉王 并未委屈求全 甚至从未求饶 他只是想追问良帝 究竟是如何看待他们母子二人 大棋子生下的小棋子 是吗 他的反抗 类似于困兽之斗 明知胜算不会大 但他一心只想让良帝知道 被背叛的滋味是什么样的 演员黄维德 将玉王那看似儒雅的外表下 眉宇间透露着帝王之气 可内心却虚伪 善于勾心斗角 惯用权衡之术 求得利益的特性 权势的淋漓尽致 六 聪明绝顶的女性角色 丽阳长公主和静妃 还有两位女性角色特别出彩 那就是丽阳长公主和静妃 她是良帝的姐姐 也是林叔的母亲 晋阳长公主的姐姐 是谢玉的妻子 是萧景瑞的母亲 更是太皇太后最疼爱的女儿 丽阳长公主的身份增贵 智商超群 她的生存之道值得学习 当她得知 秦司长 重现后宫时 立马展开一系列的提醒和救援 又能保持家庭不受牵连 当谢玉准备背水衣战时 她及时站出来 保住了家人 防止她再犯大错 当她得知静王吸引已决 自己无从改变时 为了家人 她愿意成为赤焰案的首告 她每一次选择都那么准确 最重要是感情观无比通透 爱过无悔 哪怕在深刻的初恋 她都从未抱怨 面对谢玉的一往情深 她也以性命担保 随身携带那份控诉信 只为保她平安 这样的女子 谁不喜欢 刘敏涛扮演的静飞 温婉贤淑 外揉内纲 她的宫斗戏实在是教科书级别 和甄嬛传完全不同 挺有难述 无爱死之年所守之也 即以停停如改意 巨尾的一句话 几乎概括了静飞这一生的情感之路 她深爱林谢 却愿意以一女身份默默陪伴她的妹妹 陈飞 又在林帅被满门抄斩之后 折服后宫多年 看似不争不强 其实有自己的原则 她一步步带着那个不争气的静王 走上了夺敌之路 整部剧里 她情感最激烈的时刻 就是替梅长苏枕脉 静怡 我挺好的 她开始啜气 说是忍了这么多年 忽然就忍不住了 然后颤抖着手说 怎么可能没事 错骨削皮疤的毒 活脱脱一位心疼孩子的家长形象 刘敏涛恰恰是凭借这部剧 成功在中年翻红 重回娱乐圈 七 搞笑派 蒙大统领和飞流 狼牙榜 整体是比较沉重主题的 就连谈起情爱来 都是悲剧为主 可是有两个人 他们一出现 就是一片欢乐 一个是反差蒙的蒙大统领 一个是蒙蒙搭的飞流 蒙大统领明明武力值最强 可他却总是傻乎乎的 党争他不懂 算计人心他不会 他只会死心塌地地管好禁军 调兵前将 所以在梁帝眼里 他是纯臣 而他确实对忠义二字 有自己的看法和坚持 至于飞流 他是梅长苏亲情的寄托 在他面前 苏哥哥可以做真实的自己 宠溺地看着他 而他武力高强 却毫无心机 只会对梅长苏甄别后的朋友 露出自己可爱的一面 所以 他们两个一出现 就是标志性的哈哈哈哈 一击 不好玩 气氛欢乐 八 通透派 纪王爷和盐玉金 纪王爷和盐玉金 这对忘年交 简直是一对活宝 他们都为明哲保身 远退朝堂 记性于声乐 可是关键时刻 却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初看以为 他们都是傻白甜 其实他们通透得很 纪王爷偷偷保下 齐王的血脉 停生 又替和文心案作证 还在梁帝面前指正下动 最后也很快表态 支持重申赤焰久安 他从来都是装傻充愣而已 至于玉金 他对景瑞的感情很真挚 看人很准 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时 他也会及时站队 用这么多年来 顽固子弟的保护色 做最正确的事情 每次看到这对站在一起 我都十分开心 九 那些堪比专业演员的导演们 夏江 黎刚 真平 狼牙榜是个神奇的剧组 从副导演到选角导演 都饰演了重要配角 比如黎刚是副导演 夏江和真平是执行导演 同路是选角导演 而夏江和真平在现实中是亲父子 玉王身边那个忠心的下属辉瑶 是胡歌现实中的助力 其中夏江的戏份最多 人物形象最饱满 夏江这个人物的狠觉和无情 从他为了红颜知己玄机公主 不惜让妻儿远走他乡 为了保住玄境司 他和谢玉合谋陷害林谢和齐王 为了最后一波 他拉着玉王搞九安山事变 试图篡位 失败后 他嫌秦班若爱手爱脚 直接抛弃不管 最后他还垂死挣扎 联合月贵妃 指证梅长苏就是林书 想要扳回一举 夏江的名场面 就是与严阙对结识那一系列的表情变化 谈到自己儿子时 他情绪激动 抽动嘴角 谈到自己收养的异女下动时 又是残忍 愤怒的 要凭个最佳男配角 也是使得的 至于真平和黎刚这两个小可爱 他们忠心耿耿 只是智商稍微欠缺一些 办事还是得力的 除了这些人之外 还有高宫过 他每次那黑黑一笑 真的非常魔性 而下动一角 也让人印象深刻 在女性角色排行榜中 反而是刘涛拖了后腿 因为他作为梅长苏的未婚妻 整体扮相有点老气 明明比他年龄小 但却没什么CP感 演技方面也是重归重举 可能是角色没有太多的闪光点 狼牙榜的裙向非常立体且丰富 许多配角都贡献了精湛的演技 这才让我们忽略了剧情方面的不圆满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